苹果秋季第二场新品发表19号凌晨登场 MacBook Pro进行了五年来的重大更新 更搭载了苹果自家全新的高效能晶片 而全新的AirPods无线耳机 不但可以续航30小时 还加入了空间音讯的功能 音乐串流服务月费不到五美元 时隔五年 身为苹果主力产品之一的高阶笔电 总算有了重大更新 14寸的MacBook Pro 电池续航力就有17个小时 16寸机型更高达21个小时 比上一代机型一口气多出10小时 另外前置镜头也升级到画质更好的 1080P 同时还搭载苹果自家研发 全新的高效能晶片 苹果表示 M1 Pro以及M1 Max 这两款新版晶片 皆采用了5奈米制程技术 让速度和效能 不只比前一代M1晶片高出70% 更快过苹果极力想甩开的 英特尔晶片 同样透过线上举办 苹果秋季的第二场新品发表 除了聚焦笔电还有音乐 万众瞩目的第三代AirPods 除了新增空间音效 强化声音品质 还多了在运动时防汗防水的功能 低音效果更强大之外 电池续航力比前一代还久 充电盒的体积也变得更小 AirPods已经成为苹果成长最快的商品种类 去年疫情期间 苹果的居家和周边产品 就成长25% 达到306亿美元 苹果预计 像AirPods这样的携带式装置 势必会在假期购物季热卖 因此顺势推出了音乐串流服务 用这新的计划 只用你的声音 和Siri的力量 来接触每个歌曲 每个节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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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称价格超清明的全新方案 约费只要4.99美元 不只低于苹果现有的订阅方案 也比竞争对手Spotify来得便宜 这计划会在17国业和区域 后来这四年 新品曝光后 带动苹果股价走高 也推高周一美股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投资人则对即将到来的 第三季财报抱持乐观态度 一座iPhone文明的台湾大厂 富士康 则为了摆脱代工厂的定位 积极进军电动车领域 他们的全新车款 在周一首度曝光分别是SUV的Model C 四门房车Model E 以及电动巴士Model T 这三款新车将由富士康 和御龙企业合资的新品牌 Foxtron打造 身为全球最大电子代工厂的富士康 承认自己是电动车界的新手 却也加快脚步赶上主流 包括在今年和美国新创电动车商 Fisker签约合作 还走来意大利设计商宾尼法利纳 联手设计新款电动车 从消费性电子转型到高成长的电动车 全球产业供应链 在疫情和趋势的影响下加速重组 TV新闻组合报道